坤宇全世界现在都在观察 一方面中国二十大之后 有了新一批的资金大逃亡 另外一方面 全世界也很担心 欣平真的走毛泽东的老路 而且人民公社跟暂时的经济 跟暂时的管制的状态 都可能全面性的冒出来 人有两只脚 钱有四只脚 这两个东西是有关系的 这些富豪如果把钱 转来转去 那个是可能是这个热钱 可能是这种投资的需求 那还好 但是人跑的时候 他的资产 他的公司 他的所有的系统 包括他的人脉关系 全部都一起走了 走了以后 他就很难再回来了 我现在举一个例子来讲 大家不要觉得说 这些光听这个媒体上面讲 或者是这些人对公开 公开的是怎么讲这个话 我有一个同学 高中同学 这个大学以后 他就到美国去念书 念完书以后 三十二三十年前 他就到中国去发展 那个时候中国改革开放刚开始 非常需要台湾的人才跟资金 所以红二代 富二代 光二代 全部都跟他好朋友 可是三四年前 他突然发现不对 跟他平常在一起混一起做生意的这些同学 不是不见了 就是跑了 就是把公司卖了 甚至还有跳楼的 被抓的 他一下 架子完蛋了 那再带下去 我们全家大小就完蛋了 所以他在大陆娶了老婆 把老婆带回来把房子卖了公司卖了 所有人全家搬回台湾 十一月多十二十月十一月搬回台湾 马上第二年一月就武汉肺炎了 我们大家都称他是大师 神啊 然后 但是你跟他吃饭的时候 我们同学会在吃饭的时候 他也是一直骂蔡英文 他也讲说祖国很好 一直骂 那你为什么不留在那边 这个 这个 幻话题 在台湾蛮多 很多这样 在台湾蛮多人 一心向中国 一心向祖国 但是吃饭 去美国的也很多 我还遇到有一个朋友 这人家带回来 他住在美国 他听说以前是赵紫阳时代 就在中央工作的 还在胡锦涛办公室里面待过的 胡锦涛一卸任 他马上就二话不说 所有东西资产卖了 就跑去美国 跑得好跑得没有 现在如果还留着还得了 他灵光啊 他最常讲那句话 就是说 那个共产党是长什么样 你们不知道 你们不懂 你们不知道 那你问他爱不爱那个祖国呢 他还是很关心两岸啊 他还是希望祖国统一啊 还是巴拉巴巴 那你为什么要跑去美国 这个这个你们不知道 你们不了解 我觉得在美国很多华侨 也是成天希望两岸统一 可是他自己的身体 他的心 他的灵魂 选择移民到美国 所以 然后每天在那边嘴台湾 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 那他自己都跑到美国移民 因为他的身体比嘴巴诚实了很多嘛 我们要相信身体 那个肢体语言比较准确